嗨,你好,我是鲍一红老师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来分享太极关于我们的健康 我从小呢,是练武术的 其实我是武术世家 我的祖辈呢,是从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出来的 通过太拳练习之后呢 因为太拳它是用内带动外 主要是用能量 当你的身体放松在内外结合练习的时候呢 你的五大气会提高 五大气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心肝脾肺肾 当你练太拳的时候 它会把这五行的能量提高 当你平衡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提高了 然后你的睡眠和你的精气神都会提高 当然那个免疫系统也会提高了 我现在可以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也就是太拳 第一次你可以在家里面来练习这个动作 全身放松 然后呢,心腰静下来 排除脑的杂念 起手呢,是吸气 肩膀高 肩膀宽 然后呢 呼气 微微下蹲 手按掌到腹前 单点的前面 然后 按完之后 重复这个动作 手腕放松 然后再吸气 上来是吸气 下去是呼气 身体放松 身体要直立 然后再吸气 重复这样的动作 也必须配合你的呼吸 一起做 大概做五到十次 你会感觉到 你身体的气会连接 来 吸气 呼 吸 呼 好 最后 我再恭喜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